好,那我們現在介紹下腰段的一個做法 首先我們把這個固定膠帶拿掉 上腰段已經做好了,往上擺一點 那這紅色這邊就看個人喜好 想要在哪一邊都無所謂 那我們這邊的話都是 先調整預先的位置 因為這邊的話大概你折回來 我們邊扣的位置看說你需要多長 這邊是幾個段,會比較長一點 然後我們大概會做1分之1在這邊 3分之2在另外一段,邊扣段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闖這一段 好了呢,把它翻過來 那我們大概有尺的日子扣,我們把它穿進去 主要是在卡住這個地方 各位看到卡住這個地方,然後我們穿進去 好,這邊的話,調整了 好,就這樣固定住了 OK,這邊就固定住了 然後這邊的話,等一下腰帶折回來 會大概在這個腰的一個範圍 可能不用太長或是太短,看個人選擇 好,然後這邊一樣 有尺的這個,比較固定位置 好,穿進去 好,穿進去 它主要是靠這邊齁 所以你們在調的時候 好,必須要是這樣子 好,推出來 推出來,然後再拉 這邊拉緊,然後這邊推 好,推下去 壓著 另外一條 這邊就其實就好了 好,你們固定的地方 這邊呢 好,這是下腰段的部分 這邊的話 取決於說你們看起來 因為這邊已經固定長度了 所以它並不會做一個拉扯的動作 這邊呢 我們會配置一個 配充帶 快線 那這個東西大家可能會誤解掉 以為說你要好放 你以為 這邊是好放 沒有 它是安全性的 安全性的設計 就是說 你這個方向 你放千塊的時候 你放配重的時候 從這邊放進去拉 鍵起來 當你有體積狀況的時候 快拉 配重從這邊掉下去 你會快速先配重 的一個概念 那 這邊的話 快線口朝下 好 我們穿第一個 這邊拉一個 這邊也是 我們左右一起做 比較會對稱的一個做法 有時候穿這個東西 就是常常就是 忘記穿一個 日誌 忘記穿一個 低環 等等這些的 只要單面而已嗎 對 然後 我們利用這邊下來 來 把蓋子裝好了 上腰棒 這邊過來 那 可以看到這個方向 這個呢 我們就主要是放它 框框固定在這裡 然後我們會減少一個 日誌客的一個使用 然後會達到一個 輕量化的一個動作 所以 這邊的話 就是從這邊進去 好 從這邊進去 對 然後我們盡量 這邊的話呢 大概就是一個 手指頭寬度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拉緊 看你要調的位置 看每個人配重位置 調整你的 配重位置 好 大概 預設值 一個手指頭寬 這樣即可 然後它就不會跑來跑去 好 然後這邊穿好 這邊固定了嘛 要回穿這邊就可以了 這邊也是 拉著這個方向 拉著這個方向 然後穿過來 OK 拉起來 壓單邊 再拉緊 然後你就可以快速可調 你就是這樣擠起來 然後 這一頭另外一邊 拉 伸進去 然後拉緊 然後它就固定位置 所以比較快 快速固定位置 然後我們穿進去 那我們配件包裡面 會有一個 橡皮圈 這個橡皮圈 指的是說 你當你 拉過來固定了過長的地方 可以利用這個橡皮圈去固定 我們這時候 我們就要組裝我們那個 快切扣的地方 腰部快切扣的地方 我們再拿出來 那這邊我們需要一個低環 比DIR的配置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低環 然後我們會配一個 這個 然後配上一個腰帶 扣 我們來做這個組裝 好 這邊一樣 這邊過來 然後一定是這樣的方式 放在上面 所以你會看到說 我們現在做的方式就是這樣 那這個環的部分 我們通常都拿來掛 掛那個 掺壓錶 掺壓錶 掺壓錶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橡皮圈 你把它捲一下這個東西 放進來 放在旁邊 在旁邊 在旁邊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這邊是有跨帶的嘛 對我們橡邊跨帶 那我們看跨帶我們想要做在哪個位置 這是一個單條的 又雙條的跨帶 所以它跨帶兩邊會固定在這邊 那 如果你是單條的話 你就不用這樣做 那我們現在做雙條的話 所以我們應該要 把它藏在裡面 就比較不會掉 該忘記先做這個跨帶 就是說 有時候 兩邊對稱一起做 扣會比較 快速一點 然後這邊 沒有這樣的 朝外 穿起來等一下就知道了 沒有這樣朝外 把這邊一樣 穿過來 然後一個地心環 這邊的話大概 十公分吧 十公分的一個距離 穿過去 好 是跨帶的位置 這邊呢 我們一樣是做跨帶 那我們再拿一個日子扣 喔 如果去固定它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我們再從下面穿起來 到這邊 到這邊 穿 好 到這時候 大概十公分距離 下段壓著 手跟壓著 然後再拉緊 都可以穿固定了 那就是這樣而已 那 剛才講的 這個 橡皮帶我們把它放進去 我們摺這個放進去 你就會比較順一點 那裝這個邊扣的話 大家有些 比較不知道怎麼裝 那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 CLEAR 我們英文叫做CLEAR PACE的方式 我們會以下面先做 那有的人會做上面 差別在哪裡 你 你從下面先做的話 它是朝內的 人體工學是一個弧度 如果上面先穿的話 它會翹起來 所以 一般來講 我們CLEAR PACE的一個裝 裝法 從下面先穿 好 第二孔 第三孔 第三孔出來之後 這個再下去 這邊穿進去 OK 它是朝外 大家有沒有看到 看我講的 它是朝內的一個形狀 你朝外的話 它就翹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 這個是看個人 每個人選擇不一樣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就可以來過來 把它固定 OK 就是大概簡易的固定位置 那中間呢 我們來做雙條的扣袋 那做完的時候 你會多一個這支扣 你就一直丟這裡就可以 因為看 哪個部分 你們想要去配置 就可以 那這支扣的穿法 就是從這邊 那 跨袋 我們現在從跨袋 那 可以儘量左右長度一樣 那 可是也是選擇 看人 有人都喜歡先做 那我會建議 就是 多穿幾次你們就會 這支 這支扣呢 只是做固定的動作而已 那兩條 看你要從 兩條的哪一段 開始 就是說 看你屁股位置 這是看你屁股位置 為什麼 因為你一條拉過來 到這邊才分開 還是一條拉過來 在前面就分開 這是看你屁股的位置 你看大概你屁股 下擋的那個 下擋的長度 去調整這個 這個這支扣的 長度就可以了 好 ok 這是下擋的長度 那 這邊過來的時候 把它靠過來 ok 然後這個 這個扣具 從下面拉 從下面穿 然後另外翻上出來 那這個 這個只有一個方式 就是你拉拉不緊 但是你可以很容易拉 所以如果你穿錯方向的話 你會知道 這是快速的 調的方式 從下面穿 因為你是要拉它嘛 所以有一個直覺性的設計 就是這樣 然後快卸開 然後快卸開 可以調到最鬆 調到最鬆 那這邊的話 我把它編起來 給大家看 這樣子 根據你喜好可以去 拆斷它 然後跨帶兩條 好 就是拉上來 剛才講跨下擋的位置 就是在這裡 有沒有 這邊 然後再拉緊 這邊呢 這邊呢 馬緊幾個 胸扣的位置 這樣子 好 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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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